好, 想個零丁倒進去剪個頭髮 等等 志利長, 照顧人 老友, 廚房收了 廚房不是收衣服, 怎麼樣? 不要緊, 請坐 先生, 想吃什麼? 今天有什麼海鮮, 漂亮 漂亮… 樣樣都漂亮 廚房就下場了, 快點 半斤白鳥基維蝦 半斤白鳥, 蒸一條星斑仔 星斑仔一條, 基維蝦半斤 基維蝦 半斤蝦, 蒸十條, 太太 好, 乾脆 在這邊 馬師傅, 是你 你是不是改變主意肯進來幫忙? 這裡的服務水準那麼差 根本不可能有一組 其實一組應該收拾 你說什麼?你是哪位? 這就是馬又馬師傅 你爸爸經常稱讚那個 馬又?你就是江師傅的兒子 怪不得百里仙會弄成這樣 別跟我爸爸扮熟 我當然是百里仙有什麼不行 好, 我就要吃吃身分跟你說 首先, 這位伙計在叫送的時候 不僅沒有介紹好的海鮮給我 還不知一味會吹我 要什麼都有?快點說, 趕緊下場, 大哥 還有, 還有, 通常海鮮下單要下兩份 一份是給廚房, 一份是給魚鑊 但是他一份都沒下, 只會口吹吹, 算了 聖班仔一條, 機圍蝦半斤 還有, 這位伙計在撈蝦的時候 誰這麼大力, 弄得蝦四圍地飛 很容易被蝦槍刺傷 蝦就很快死了七八八八 怎麼走生猛才跳了, 老闆 還有, 上菜的時候 應該是先上蝦, 後上魚的 但是現在兩樣一起上 客人摸蝦來了, 魚就涼了 對手塗滿指甲油 還把手指插進魚汁裡 客人看見, 還有胃口 你說完了嗎? 還沒有 其實百里仙最大的問題是在廚房裡 這碟魚一點都不原汁原味 我敢肯定不是原碟蒸的 你只不過是把碟子用滾水拖過 然後再把魚在蒸籠撈上碟, 是不是? 五碳方面, 每間酒樓都是這樣做的 還有些蝦, 蝦肉又硬又硬, 一點都不鮮甜 只看蝦身軟成這樣 就知道究竟是卓過龍 大爺, 大爺是甚麼? 沒有針的 果然是高手, 甚麼都被你管了 是呀, 馬師傅 這裡的問題你既然全都知道了 你一要進來幫我們做大廚 我們真的很需要你 甚麼?你請他回來做大廚, 騙著我? 當然不行 你放心吧, 有這群人在這裡 這裡根本不可能有得做, 聽說 馬師傅…你聽我說 馬師傅… 你不用再說了, 百里仙沒得做 所以更加需要你在這裡 只要你才能救到百里仙 你山巡水入道, 不是想看百里仙怎麼壞吧 其實你根本有心幫忙, 你騙不到我的 好吧 你真的肯答應我嗎? 我是看著江師傅的份上 如果我在這裡做大廚 所有的事都要以我的方法去做 由我一全權作主 就算你是老闆, 也一樣要聽我說 好, 沒問題… 以後你管樓面, 我管廚房 好, 行… 如果有任何人達不到我要求 立刻解僱, 絕對沒人情說, 行不行? 好…